大家好,我是可爱的小萱 又是春暖花开,万物生长的季节 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学点小知识呢?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大自然的又一个杰作 植物的叶子 大家可以看到叶子的形状多种多样 甚至可以说是千奇百怪 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 大部分叶子的末梢都是尖尖的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也挺简单 是为了让叶子能够快速排水 每当下雨的时候,雨水会落到叶子上 如果叶子末梢非常圆润 根据流体张力的原理 雨水从叶子上流走的速度就会变慢 这样水就会积在叶子上 叶子被水浸泡的时间一长 就很容易腐烂 而且还会增加树枝承受的重量 使树枝更容易被压断 说到这里再提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叶子的作用是什么吗? 它可是植物极其重要的器官 叶子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制造养料以及水分蒸腾的重要器官 如果用人体器官来进行对比 那么叶子大体上相当于人类的肺脏 叶片通常由表皮、叶肉和叶脉三个部分组成 各部分都在执行着自己的功能 以保证植物的正常生存 叶子中大都含有大量的叶绿素 所以大多数叶子都是绿色的 可为什么也有其他颜色的叶子呢? 比如天麻和秋海棠的叶子是红色的 这是因为它们的叶片中除了含有叶绿素之外 还含有类胡萝卜素或枣红素的缘故 而到了秋天 大多数绿叶会变成黄色、红色或褐色 很明显它们的叶绿素含量降低了 这是因为叶子上面细腻的精逐渐干枯 输送叶绿素的速度迅速下降 而叶绿素逐渐都被分解掉了 今天关于叶子我们就讲这么多吧 我是简单生活频道可爱的小萱 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哦 每天和您分享有趣的小知识